1995年达赖喇嘛认定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六岁男童跟敦卓吉尼玛及其家人在达赖喇嘛宣布三天后跟敦卓吉尼玛和家人被带走 图片由李嘉玲提供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桑德拉 文章说 今年11月初川普总统准备前往中国进行访问 他应当在每日的推文中加入释放宗教人士和保护宗教自由的内容 在近14亿中国人当中有难以计数的人是中国政府采取残酷行动控制宗教信仰活动和支持者的受害者 外交家网站的这篇文章还说 今年10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确立了习近平主席的主导地位 并强化了中共对中国人生活所有方面的控制 可以预期的是 这些事态发展对中国千百万寻求更大宗教和信仰自由的人来说 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中国寻求通过中国化来抹掉西藏汉维吾尔的文化 以及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 中国政府在努力把宗教改造成尊从顺应自己的形态 为了寻求稳定和控制 中共当局的专制行动已经造成 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 以及其他宗教和族裔的痛苦和绝望 这篇文章还表示 随着川普总统即将访问中国 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西藏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 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族裔所遭受的迫害和抗争 中国政府必须维护而不是压制他们丰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并且释放大批良心犯其中包括由达赖喇嘛挑选的十一世班禅喇嘛 以及已经被封的维吾尔语网站的主持人古丽米拉 1996年1月12日 中方选择的6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 向中国主席江泽民呈现给他的礼品 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场 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场